冬天意味着什么 冬天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温恒着喜悦和温力 冬天是一个涵养力量的季节 冬天对于我来说是 团聚团结凝聚力量 冬草万物 蓄势待发 一位为青年之心人 热心人 引路人 正以积淀的阅历 点亮港澳青年 前行之路 用宽厚的胸怀 拥抱每一个年轻的梦想 香港的青年事业问题 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在创业方面 我们搞了很多创业的比赛 学业上 我们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高校 也都建立了联系 搞个人大的分享会 全国政协和两会精神的分享会 我们都是很积极地去参与 事业方面 我们有房地产开发 同时也有建筑等等 同时我们也都在佛山 设立了一些仲创空间 青年的公寓 让大家去入住 所以四页问题 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会免费帮大家去解决 大湾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九家二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产业 青年一定要了解政策 有什么是有利于它的 所以其实我们做一个政策的宣传者 推广者和引领者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大湾区内地城市 寻找一下一个新的大的舞台路 一起在湾区那里 我们为大家搭台搭梯 为大家在这个舞台发光发热 寻求一个更加高 一个新的发展 澳门青年联合会一直以致力 就是推动青年的发展 尤其是在交流方面 自我提升方面 国际事务方面 为青年打造不同特色的学习 希望澳门的青年 透过爱国教育这个学习 可以令到他们投身 爱国爱澳一国两制幸运志愿 做多些失事 在这几年 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 尤其是一带一路 我们的窗户 大湾区 琴澳深合区 这几个政策 都令到澳门青年人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面向的 不是澳门区区六十几万的市场 一边就向内地 另外一边走出去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青年人 未来的舞台 澳门一国两制的幸运志愿 是要靠我们的青年 一代一代地去接力的 因此我们希望澳门的青年 可以将自己的事业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 为澳门做出更加好的贡献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在青年引路人的心情耕耘下 港澳青年 以满腔热情和成熟姿态 让青春在奋斗中 绽放光彩 他们在冬天叙事 以带灿烂春光 青春意味着无限可能 时代造就青年 盛世成就青年 空怀世界 放眼未来 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离不开青年的支持 在大湾区就业 创业 置业 为澳门经济多元 奉献力量 感受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 增强自身民族自豪感 和主人用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